大家好,話說我做了6月份大愛,沒多久 現在有做7月份大愛,時間過得真是快 今個月份其實我沒有什麼皮膚、化妝等 因為我試過很多新產品,但未有什麼可以躍身成為我的最愛 所以皮膚只有一樣,化妝只有另外一樣 所以今個月的大愛全部都是其他最愛 如果你有興趣就看下去吧 不如我們先說時尚最愛 第一件是我現在穿著的,就是我日本買的老虎T 如果你又在Hall那裡看到的話,這件就是Exactly那件 我喜歡它的材料,其實很舒服,有點聚,但不會黏肉 也有大馬,所以其實我是有點鬆身,很舒服 而且有時候我穿得正式T,我都想有些東西看,沒那麼悶 它有一隻這麼大的老虎在前面,而老虎又比較兇猛 我覺得就適合我了 也是淺灰色,所以這些顏色我經常都穿的,No wonder是戴愛 另外一個Fashion Favorite,我應該之前都說過了 我忘了有沒有說過 Topshop的牛仔褲我講過,Topshop的LEE Jeans我都講過 它LEE Jeans有這個,黑色底,然後膝蓋是爛了 這個我自己都很喜歡,其實它都是LEE Jeans的版本 LEE Jeans我覺得比較伸展一點,坐下來的時候沒那麼辛苦 因為JAMYS我穿過了,我就覺得我一坐下來的時候 它把我的肚子斬了一半,我就有點辛苦 反而LEE Jeans我就很舒服,又不會跌腹不會繩 而且它膝蓋有兩個孔,很適合這麼熱的天氣 因為其實有兩個孔都可以休息 另外一個Fashion Favorite,High End的 就是我這個CELINE DRIO大SIZE 它又出場了,不過這次是不同顏色,這次是灰色 這個就是我之前在法國買,因為便宜很多 所以我在法國手購了兩個 一個就是這個顏色,另一個就是紅色 紅色那個我未用,因為要等特別時間才會用它 現在在用灰色這個,因為我覺得比較夏天色 和我的衣服好像很保護色 夏天色多一點,沒有黑色那麼悶 而淺灰色我覺得Spring &夏天色都OK 這個包包我講了無限多次,我有多喜歡它 那我不再嘗嘗了,我會把之前我的CELINE DRIO review 放在下面,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去看看 有些人都問我,其實我黑色那個用了很久,字有沒有脫 字就沒有脫,不過皮質會脫的 因為你買回來的時候,其實是很挺身 但你用一下,尤其是我塗這麼多東西 基本上會脫皮,這裡不會再挺身,就會好像肥了 但我覺得袋是要用來用的,用到差不多才值回票價 所以我不管它那麼多 但如果你很介意的話,這個不太適合你 因為這個皮質是沒有那麼固定的 但你問我如果黑色那個,我操用來說 這些位置有沒有花,有沒有掉線,全部都沒有 是唯獨那些皮質變成了,如果大家有興趣 自己可以再去衡量一下 另外一個HIGH END的FASHION FAVORTE,我要先蹲下螺絲 就是這個GUCCI SLIPPERS 如果你有看我Instagram,你都看到我旅行的時候 如果我去比較冷的地方,我就會穿有毛那一雙 如果去沒有那麼冷的地方,我就會穿這雙 我這雙都記得我在意大利買的 因為又是便宜一點,所以我就在那裡買了 但可惜的是當時在那裡買的時候,沒有太多款式可以選 所以我就選中間間最保險的黑色 但其實它推出了很多很多其他顏色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雙鞋呢? 我覺得它夠方便,夠舒服,不刮腳 也不會踢掉雙鞋 我開始時都有點擔心會不會在機場飛了雙鞋去哪裡 也不會 因為我懷疑它這個位置做得深 所以不會踢一踢一踢,除非真的把雙腳踢上去 對雙鞋就會飛走 但如果普通行路的話,在這位置做得深 其實是沒什麼事干的 至今我很享受這雙鞋 我覺得舒服得來又有東西看又容易配襯 其實我都在考慮買一個Slippest 又是Slippest 但我未看到一個對的 暫時未有很喜歡 我就不買了 但如果你問它值不值得投資 可能你都喜歡這雙鞋 但不肯定它好不好穿 各樣各樣 其實我可以回答你 我買完之後沒有後悔 我買完之後經常都穿 上飛機都是穿它們的 就算不上飛機要走路多的日子 在香港買東西的話我都會穿它們 因為平底就舒服一點 而且後肘可以休息 現在不熱又可以休息 另外如果你想上網買的話 差點又說不到話 上網買的話就提提大家 如果是皮的 黑色、啡色、白色、粉紅色、紅色都好 是皮的話 其實買回自己的尺寸就可以了 因為我這雙都是39號 因為皮是會穿鬆的 穿鬆了你的腳是穿得深一點的 所以不需要買大半號 但如果你是買圖片的話 譬如它那些閃料、碎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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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是塘腦、碎色的那些 那些是不是皮的 所以不是穿得太多 因為它上面是做了東西的 就算下面是皮都好 它也不會穿得太多 所以那個是不會穿闊的 如果你買那款的話 就大半號會比較好 這就是我個人意見 反正都說了 告訴大家 Skin Care的Favorite是什麼呢? Cisley的Review我做了 所以我不客氣 如果你錯了的話 我把影片放到下面 大家可以去回顧Cisley的Daily Care的Review 這支Cleansing Milk是Cisley的 就是Cleansing Milk with White Lily Dry Sensitive Skin 我用到只有這麼多 可想而知我有多喜歡 我預計會用完這支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Cleansing Milk沒有泡 因為我前陣子皮膚很不穩定 所以有泡的東西都是覺得乾的 我用到皮膚很幼滑 洗完之後 我沒有當它是makeup remover 我只是當它是一個洗臉產品 所以說真的很好 皮膚是洗完後看到有改善的 亦都不會過膩 因為有些Cleansing Milk 洗完後有一層東西在臉上 我那些又不太喜歡 它都是爽身的 但看到皮膚的質感是不同了 所以所以就繼續用它 然後另外makeup favorite 這麼短的東西 Dior Show Iconic Overcurl Mascara 這支是我之前買Dior的產品 他們送的 我發現用一下又多好用 它的頭是這樣的 用一下就好用 因為畫幾下又長又有少少濃密 然後有curl 那curl是可以保持到整天不跌下來的 在我的節目那裡 不跌下來的 而且我對眼睛很濃密 它都沒有說怎麼脫 有時候我用眼霜 嘗試模擬油眼的感覺 這個都沒有怎麼脫 所以我覺得各方面都OK 所以保持著都用它 其實這個小小條我都用了整個月 所以很划算用的 到了Random Favorites 大家記不記得它呢? Jo Malone的Scented Candle Orange Bitters 其實我有它的香水 我也非常享受 這個橙味的東西 真的很慘 如果你喜歡橙味的話 你會很喜歡它 我之前在聖誕的時候買的 買完之後點過一輪 後來沒什麼心機 所以在家裡沒什麼點Candle 因為我經常覺得這東西要很fancy才做 但這個月無論我有沒有心機都好 我還是要點它 我覺得點完之後氣味比較清新 聞起來都很舒服 然後又有一點橙的味道 我覺得跟現在潮濕的天氣成一個對比 因為潮濕的天氣不是比較縮 我自己就喜歡聞一些比較Citrus、橙的味道 比較refresh一點 所以我今個月就非常非常享受它 我想我今個月或下個月都應該會點完 另外就是因為我整個Cut 整個Cut 整個七月都在Cut 基本上 我去大阪的時候就買了這個 是龍角散的糖 外面是糖 裡面中間的位置是龍角散的粉 我吃完這個也有幾個小時沒有Cut 當然它不是Cut藥水 吃完是不是真的好呢 不是 但是只不過有些東西搓一下 那幾個小時不Cut已經舒服了很多 而且有時候說了太多東西 說完之後收完線我都要去吃 例如今天這樣 拍完所有影片的話 我都會去吃一顆 因為剛才我又開始Cut了 這個我是很享受的 我覺得如果你去日本的話 不一定大阪才有的 因為我之前在東京都見過的 你可以看看 檸檬味的那一包我已經吃完了 我現在只吃完這包 所以你可想而知我的Cut有多厲害 還有我有多享受這個糖 說完糖 另外 我好像在VLOG那裡略略說過 Mars & Spencer這包東西 這包是新的 因為我今天特意去手購 可以做影片和吃的 就是這個Soft Apricorns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它不是很乾的 它是咬下去有一點點口感 有一點點彈牙 有東西咀嚼 還有是有一點點汁 我覺得這個它寫著Eat World 其實我不知道它實際是不是真的健康 大家自己去留意這個標籤 但我覺得如果在家裡有時肚餓 但在3、4時的時間 不想吃很多東西 或者不想下茶的話 這個就用來幾粒充肌 因為其實吃幾粒都會有飽肚感 所以這個這個我都非常非常享受 已經分享了我7月份的大愛 我都說了不是很多東西 我們又到Give-A-Way時間 當然了 今月的Give-A-Way 就是在Japan Exclusive的其中一個產品 先給大家看看 我先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先送這個 我覺得這個圖案和這個顏色 是比較配夏天的 我覺得冬天送這個好像不太配 雖然它有點黑色 但它白色比較多 這個如果你有看影片的話 你會知道它是一個Key Holder 那些紙都完全沒有拆 啊!全新的掉了些東西 先放下去 我會送這個Key Holder出來 那怎樣加入呢?很簡單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有以前或現在 你有哪一個夢想想去做的 小時候的夢想也可以 你現在長大了的夢想也可以 沒有所謂 我突然斥起條巾 很想聽大家說夢想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呢 不知道呢 我覺得聽別人說夢想 然後都會inspire到自己 好像要加油一樣 我希望可以營造到一個環境 就是大家看大家的夢想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 給一些無聲的加油 互相鼓勵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太多負責 那我就不喜歡鑽研負責 那些負責 我就想多加重點負責 很想你沒有那個動力去做 第一步當然要有一個目標 你的夢想是什麼呢 可以在樓下跟我分享 好 我都說到差不多了 我免得Ramble On 一會兒又被人說長氣 所以我現在去喝杯水 然後吃點東西 大家隨便分享 我們下次再聊吧 Bye